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来讲解一下 怎样去解x的五次方等于1这个方程式 那你可以觉得说 不就是x等于1就好了吗 那这个其实是它唯一的实解 我们其实还有四个虚数解哦 那今天我们来用一个比较大众化的方式 连国中生都应该可以听得懂的方式 来把那四个虚数解讲出来 只要你知道二次的方程式的公式解 跟这个虚数的定义就没问题啦 好那我们马上开始 首先先把这1放过去 我们有x五次方减1等于0 再来呢我们可以把它进行一次分解 当我们有xn次方减掉y的n次方 就这种模式的时候 都可以进行一次分解 我们会得到x减y 然后再乘以 从x开始的话 这边呢会降一次 然后再加上x 然后这是n减2 然后y跑起来 然后再xn减3 然后y再跑一个起来 然后再一直下去 然后到最后呢是y的n次方这样子 所以这边呢我们可以把它因次分解成为x减1 因为这个1就是1的5次方嘛 然后再做x的4次方加x3次方加x平方加x1次方加1等于0 好那现在呢难度就是怎样把这个因次分解 这个是一个4次的多项式 我们其实可以把它因次分解成一个2次的多项式乘以2次的多项式 就是quadratic times quadratic 所以我们先这样子看 想想看怎样可以得到x的4次方呢 我们来放x平方跟x平方 那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我不做一个一次4乘以一个3次4呢 其实也可以 但是呢如果那个有个3次次的话 你又可以把它因次分解成为一个一次4乘以2次4 所以呢我就是把它平均一点的分配一下这样子的意思 好那最后呢我们看这个1正1嘛 所以我们就放个加1加1 那中间这个呢就比较复杂一点 我们不知道是什么 所以我就在这边写加ax 然后这边加bx 那会觉得说这个方法一定行得通吗 不能保证每次都行得通 但是这次呢是可以的 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把它们两个展开来 所以呢x平方乘以x平方 x的4次方 然后x平方乘以这个 所以就是加bx3次方 再来他乘以他 所以就是加x平方 接下来拿这个乘过去 所以就是有ax的3次方 然后abx平方 最后他乘他 所以就是ax 还有再来就是1乘以这个就是 加x平方加bx加1 所以如果把它展开来的话 我们会发现我们拿到 x的4次方 然后这边是 a加b 然后x的3次方 然后这些把它收集在一起的话 就是1加1 就是2嘛 然后加了1b 然后x平方 然后再来是 a加bx 然后最后再加一个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跟他match 那现在就是代表说 我们要把a加b跟这个1呢 match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条件是 a加b要等于1 再来 2加ab要等于这个1 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2加ab等于那个1 然后最后这个 a加b呢 就是要这个1 所以其实也不用写了 因为已经有在这边了 那我们现在看好了 最后的都一样 所以只要 能把a跟b找出来的话 我们就大功造成了 所以赶快算一下 这边看过去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 ab等于负1嘛 所以就是 我把b求出来好了 就是 b等于负的 a分之1 然后再把它放过去 所以我们拿到 a 减 a分之1 等于1 那这边呢 每个人都乘以a 所以拿到a平方 然后减1 然后这边乘以a嘛 那把它丢到左边去 所以这边减a 然后这个是等于0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用公式解 把它算出来 所以a等于负的 负1 1 加减 根号 负1 平方 减 4 乘以1 跟负1 然后再除以2 乘以1 b 那如果我赶快算一下的话 就是a等于 1 加减 根号 这是1 加4 所以就是5 然后 分 分母是2 好 那现在小问题就是 我们要拿正的 还是要拿负的呢 答案其实是 没关系 因为当我们拿正的的时候呢 b点下就是会是负的 其实你看一下哦 a跟b是symmetry 就是你拿a跟拿b 其实可以调换位置 没关系的 那如果你拿负的 来当a的话 等一下你会算出来 b会是 就正的这个版本 所以我就赶快算一下 给你们看好了 假设我拿a是正的 我拿a是正的 就是1 加根号5 然后除以2 那这个就是很漂亮的 黄金比例 的golden ratio 来哦 b会等于负的1 overa 所以就是1 加根号5 然后除以2 那我就把它 放到上面来 这样子 那我们在分母有理化 我们上下面都乘以 1减 更号5 耶 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真的负的 来哦 新赚一下 这个是1平方 1 减掉这个的平方 就是减5 1减掉 5 就是负5 说错 负4 然后上面这个是2 2 乘以1减 更号5 来各位看一下 这个跟它消掉 那这是1 这是2 所以当我们拿正的的时候 我们就真的拿到负的 当b 如果是拿负的的话 b这边就是正的 所以真的没关系 所以现在呢 我们回到这边说 它等于0嘛 所以就是 x-1 乘以 x平方 加 这个a呢 我们把它写成那个 golden ratio golden ratio其实有一个符号的 就是这个f 这是一个希腊文的那个符号 所以把它写成f f is the golden ratio 然后参与这个x 加1 然后x平方 加b呢 我就直接写 负的one over f 好了 因为底下如果你要把这些 更式放进去那个 二次的公式解的话 就没有那么好看 这比较好看一点 所以b就是 负的one over f 然后 加1 等于0 好 这边呢 我们就当然拿到x等于1 这是第一个解 那同时也是唯一的实解 再来呢 把这个设定为0 我们用公式解法算一下的话 我们看到x等于负的 这个数字 v 然后加减 跟号 它平方 平方 减掉4 乘以1跟1 所以就减掉4 然后再除以2 好 2乘以1 然后再来 这个来看的话呢 就是最后的x等于 负负的正嘛 所以我就直接写one over f 然后加减 跟号 它平方 所以我就直接写one over f 平方在这边好了 然后再减掉4 乘以1 然后再除以2 乘以1 所以答案就长这样子 好 正绝就是 那我们所有的误格答案 那其实呢 当你这样把它解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我们可以找出sine跟cosine的72度角 那为什么呢 那下次我再讲解给你们听 这部影片就这样子 好